网上有个问题问的挺有意思啊 说律师为什么要给坏人做辩护呢 为什么要去帮助坏人呢 对于这个问题呢 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 几乎全都认为 律师帮助所谓的坏人辩护 那是应该的 这种行为也是为了维护公平和正义 我呢来说说我的看法 以下言论全都是基于对正义 对人性啊法律啊的思考和讨论 绝对不涉及任何现实的问题啊 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啊 首先呢先来说说他们的理由 总结起来无非是因为 就说坏人这俩字很难定义 比如说张三平时做事很差劲 没有人喜欢他 他家附近有个美女被杀身亡了 邻居们都说肯定就是他干的啊 越传越学乎 民众都认为他就是个坏人 恨不得立刻就给他给病了 但是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被冤枉的呢 这一切他不能由民众的认知去判断呢 不能快意恩仇啊 也是因为这个事从法律上来讲 只要没定罪那就只能叫嫌疑人嘛 他到底是所谓的坏人还是无辜的 应该讲证据 应该用相对公平的方式 也就是说法律来认定 所以律师给所谓的坏人辩护 其实也是在维护法律 法律才是能最大程度保障公平的机制 哎他们说的有没有道理 当然有我是非常的认同 但是呢不知道他们是有意为之 还是无意之间忽略了 他们没有提及这么一种情况 咱做个假设啊 泡菜国有个大财阀叫朴仁勇 他在某个女孩不同意的情况下 强行对他做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人家有钱呢请最牛的大状 然后跟律师就明说了 这事就是我干的 但是我就不想坐牢 你就替我拜平吧 哎结果这律师确实厉害 利用法律的各种漏洞 他愣是给辩护成无罪释放了 这种情况有没有可能出现 有可能的 咱说这个律师他的所作所为 能说是为了正义和为了公平吗 所以啊虽然说民众 确实是无法去判断好人 或者是所谓的坏人的 我们必须要相信法律 必须要理解律师为其辩护的这种行为 但是从事法律相关职业的人呢 都明白一个道理 任何的法律 他都不可能是完美的 在某些情况下 你的行为到底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 维护公平和正义 还是在利用法律的漏洞 为自己谋取利益 其实你自己的心理是最清楚的 不要完全拿这套理论来麻痹自己 来欺骗别人 人人的心中都有一杆正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